大姨妈是每个女性最亲密的亲戚,来早了烦,来晚了也担心,来多了恼人,来少了也害怕,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。关于大姨妈的八个问题,女生一定要知道。 排出的血块很大,吓死了。大部分时候这些大血块只是看起来很可怕。它们一般出现在血量大的月经期,这意味着你的排血速度很快快到你身体的抗凝血速度无法跟上。所以排出的就是凝固的,恐怖的血块。 多大的血块不用担心,葡萄或樱桃大小的血块是无需担心的,但是如果是里子大小,一定要去医院。 为什么姨妈的前两天,经血是棕色的血时间长了会变棕?这可能是因为上一次周期盛夏的子宫内末终于被排出了,也可能是你子宫排血的速度慢,在血流到卫生棉上之前就变成了棕色。子宫排血较慢是正常现象,这些棕色的血虽然看起来很恶心,但是没必要为此担心。 大姨妈有味道,好尴尬。月经本身应该是没有臭味的,但是当血和空气接触,混合细菌和汗液之后,就变得很难闻了。 即时更换卫生棉条或卫生精血越多,时间也长,味道就越强,一般每两小时需要更换一次卫生精,棉条可以三至四小时换一次。 另外每天可以用温水冲洗小妹妹外部,注意不要用清洁力过强的沐浴产品。 血如泉涌,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首先要确定的,是你自己觉得太多了,还是和正常量相比太多了。 如果是突然的量变多,那就要考虑到子宫肌瘤的可能性,因为它会导致月经血量过大。 又来,一个月两次真的不会贫血吗?很多原因可能导致月经异常压力过大,或者是健康问题,如多囊卵巢综合征,糖尿病,甲状腺疾病,或者肥胖等,如果仅仅发生一次,则无需担心。 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激素分泌是完美而规律的,但它们经常会出现不规律的情况,但如果你的月经期连续三四个月都异常,那就该去看医生了。 月经只有一天就没了,正常吗?很多女人一生月经期都很短,这不意味着出了问题。 但如果你的月经连续四至六次经期的持续时间都跟往常不一样,那一定要去看医生了。 因为偶尔的一次经期变短,可能是正常的激素分泌变化,但是如果持续时间长,且突然,那么很可能是子宫肌瘤、息肉或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, 所以医生必须再排除掉这些可能之后,才能确定你没有问题。 来大姨妈时啪啪啪了,会怀孕吗?当然会。经期并不是医成不变的,你也可能会在排卵期开始排血,这时候是可能怀孕的。 而且精子可以在阴道里存活72小时,即使你啪啪啪时没有排卵,之后两天激素分泌状态变化了,也是可能受孕的。 大姨妈时啪,便便变得平凡了。当你越经期的时候,你的身体会认为你处于炎症期,因此会分泌一种前列腺素。 它们会可能会影响你的肠道,使你的粪便变软,让肠道蠕动更频繁。不过前列腺素不会长期存在几天之后,大部分人的排泄情况就会恢复正常了。 痛经的话就会喝杯黑糖,喝完黑糖过一会就会排出血块,血块一出来就不疼了。 所以有血块就是平时受凉了,冰的东西吃多了哦。所以大家自己注意点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